好 來看到的是網紅阿翰 以魔法打開知名度 而最近是有九天選女的這個影片 也是爆紅了 那他入行以來 不斷不斷說 長得很像一個藝人 是陶晶瑩 兩個人在節目上首度合體 還自製了照片九宮格 讓大家來分分看 到底誰是誰 其實如果兩個人 用這樣子的誇張的 這個頭髮誇張的表情 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還滿難分辨的 為什麼戴上眼鏡 跟劉這個髮型這麼的像 不曉得您會不會這樣覺得呢 那麼繼續來看看 最近日韓 台灣都很流行的 一個倒V手勢 現在夜不是這樣比 是這樣子比 這個倒V的手勢 很多人都拍照的時候 會反過來比夜 很多人都在模仿 那有搞笑藝人 金正九 他也想要來跟劉行 結果比著比著 他會發現這個肩膀痛痛的 為什麼 原來是韌帶好像受傷了 甚至還要復健四個禮拜 讓他發文呼籲了 如果身體不夠好 不要跟流行 甚至還說流行標準 可不可以降低一點點呢 今天是國際護理師節 要跟廣大的護理師們說聲 辛苦了 但是本土疫情持續的攀升 今年對於基層醫護來講 真的是最最辛苦 也是最最痛苦的一次護師節了 而護理師公會的理事長 陳玉鳳在拍影片的過程中 還直接哭了出來 他說因為有基層人員 連個吃飯喝水 甚至深呼吸都不敢 也有人在這個願望卡上面寫下說 希望能夠被當仁看 只盼可以終止醫療暴力 也獲得應有的權益 在病房就是住院確診之後 那醫院沒有把這個確診的病患 跟其他的病的隔離 然後沒有做環境傾銷 導致病房有一半的病患確診 然後之後更陸續爆出 更多個單位的護理師感應 然後醫院也變成 他們認為的大土庫 那他在值班的時間 是不敢進食也不敢喝水 連深呼吸都不敢 他說他絕望說 這個真的是工作生涯 最失望的一次 所以來救救病房跟護理師 今年的護師節 他們很失望 而且很多人其實是 淚灑 在這個臉上跟心裡面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 我們的會員是媽媽 他這個被居隔 然後他小孩也確診 然後他卻不能請假去照顧他 那個很失望的 母親節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跟我們的會員講 那這樣子我們幫你 你把你的願望說出來 我們幫你做成護師節願望卡 我們把願望卡放在臉書上面 這三句話都讓我快要淚流 他說 第一個 都字很簡單 第一個 加薪兩個字 第二個 不要被醫療暴力 第三個 我眼淚都快掉下 把我們當人看 這是多麼卑微的希望 怎麼我們這個政府 讓我們的護理人員 搞到這麼卑微 付出這麼多 然後是這麼的卑微的希望 我看的那一張 我今天早上看完製作完的那一張 我真的覺得我很難過很心酸 我怎麼會我們的護理人員 這希望這麼的卑微 把我們當人看了 如果您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